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时刻围绕寺庙 广场 各种戏曲演出 杂耍纷纷出场 用红纸写圈连 使用红纸写圈连 始于明朝 年画源于唐朝的门审 儿童是春节最快乐的群体 他们可以收红包 穿新衣 放鞭炮 享受美食 春节放炮煮的习俗 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吕哩啪啦 吕哩啪啦 热热闹闹过年了 拜年之风 汉代已有之 宋代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 年长者是最受到尊重的群体 他们在大年初一 接受晚辈的叩拜 受到全家人的尊重 因此春节是个团结和睦的节日 中国古代佛道盛行 因此大年初一 去礼佛成为了善男信女们 必做的事情 春节期间 寺庙人群摩肩接踵 热闹非凡 正月十五是春节的尾声 元宵节过后 春节才算正式结束了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同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 心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 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和永远的精神支柱